他叫熊庆华,是村里二十多年来唯一一个留守青年,干过的临时工几乎不超过十天,就会垂头大脑地逃回来。 二八年来,他不种地,不工作,家也不管,整日把自己关在昏暗的屋子里画画。 他说,别人越瞧不起我,我越要画,我就是要当个画家。 为此,村民都叫他懒汉蠢才,让人想不到的是,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才。 二十八年后竟然真搞出了名堂。 二零一五年,他在北京七九八城画廊举办个人画展,开展前有人嘲笑他,别丢人了,赶紧回家种地吧。 开展后,艺术家们立马转变了画风,对他的作品赞不绝口,甚至争相抢买他的作品。 最高艺术竟卖到了十二万。 更惊奇的是一年后,他再次来到北京举办画展,艺术画竟然被拍到了一百三十万的高价。 因此,他被国外艺术家誉为中国的毕加索。 那么从蠢才到大师,这位农民又经历了多少看? 大家好,这里是第五情报站。 1976年,雄庆华出生在湖北仙桃的长河村。 六岁喜欢上画画,没事他就拿着笔,将云彩的欠字跃然于邹巴巴的纸上。 村里唯一有文化的三哥对他说,画得不错,以后你肯定是个画家。 乡下人能与艺术沾上边,总感觉很高级。 胸庆华的父亲是个木匠,家里还有一块鱼塘。 条件过得去,所以孩子有艺术天分,父母也是无条件支持。 他需要画笔颜料,都会尽量满足他。 上了初中以后,雄庆华的绘画兴趣有增无减。 一次在绘画课上,他画了一幅色彩浓烈天马行空的大树。 梅树老师说,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生动的画,以后你一定是个伟大的画家。 有了老师的鼓励,雄庆华更加痴迷画画,上课常常躲在书本后面画。 绘画功夫倒是长进迅速,但是成绩也由从前的第一名,落到了最后一名。 雄庆华的父亲着急了。 他说,当初我就不该让你画,好歹你给我考个中专了。 雄庆华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了,成绩差得一塌糊涂。 初三那年,他毅然退学了。 回家以后,除了帮着父母放牛,种地外,他一有时间就跑到杂物间,关起门来画一些山水画。 为数不多的外出,也是骑着自行车,去三十里地外的市区泡图书馆和买书,渐渐地画了一年多。 雄庆华停了下来,他迷失了方向。 是画山? 还是画花? 仙桃是平原,也看不到什么山。 花的品种也很有限。 纠结了两久,直到他看到了梵高的一幅少女图。 他才确定,他喜欢抽象立体主义。 确定方向以后,他就像一个闭关修炼的武林高手,心无旁骛,摆出回天灭地的气势。 没日没夜的话,画着画着雄庆华到了二十岁,那时兴起一股打工潮。 很多同龄人已经通过打工逆天改命,或者通过考大学端上了铁饭碗。 整个村子,只有雄庆华闷在家里啃老,因此他成了村民教育儿女的反面教材。 你要是不好好读书,长大了就跟雄庆华一样,天天躲家里没脸出门,还有人躲在后面嘲笑。 你看雄家那个儿子,这么大了也不去打工,懒汉,废物。 有时候,雄庆华跟着父亲出去打鱼回来,路过村子里。 村民扯着嗓子笑着说,大画家摸了几条鱼,够你今天的画纸钱不? 哈哈哈哈,面对周围的嘲笑声,父亲低着头无言以对,而雄庆华则愤怒不已。 他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,凭什么我就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? 你们越不让我画,我越要画。 从此雄庆华笔下的人物,风景色彩碰撞得更加浓烈。 所有愤怒的情绪都在他的话里,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虽然雄庆华假装不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,但是没想的是,连他的初恋女友也嫌弃他不务正业。 在订婚前夕,前女友逃婚了,雄庆华上门要解释,对方却说,你就是个没出息的废物。 跟了你,我这辈子还有什么指望? 女友的嘲讽像一把尖刀,深深地弯进了他的骨髓里。 加上村里人同情夹杂看笑话的眼神,使得他身体的每一个毛孔,似乎都在叫嚣着耻辱。 父亲叹气说,儿子以后要是相亲,你就不要跟人家说你在画画了。 虽然雄庆华照做了,但是他已经臭名远扬,一提起雄庆华,有姑娘的人嫁就退币三社,仿佛嫁给他就注定要跳入火坑。 不过也有不怕死的,1999年雄庆华结婚了,妻子叫傅爱娇,与别人不同的是,傅爱娇很欣赏雄庆华的吃。 他认为他是个潜力股,一定会是未来的画家,恋爱只需风花雪月,可生活却是柴米油盐酱醋茶。 婚后没多久,儿子出生了,开销越来越大,家里的米缸眼见着要见底了,傅爱娇再也不能骗自己了。 别人的孩子吃好的穿好的,而自己的孩子连奶粉钱都没着落,望着破败的家。 傅爱娇闪着泪花说,要不你别画了,我们一起去深圳打工吧。 再这样孩子都养不祸了。 雄庆华又不是铁石心肠,他答应了妻子,放下画笔南下打工。 2003年雄庆华跟着妻子去了深圳,惊人介绍去了一家工厂,在流水线上包五金的金属锚边。 有一个老头是个属手,一天可以做几千个。 而雄庆华卯足了劲,一天也只干一百多个,干一个一分钱能者多劳。 雄庆华绝望了,感觉自己活得连个老头都不如。 干了三天他就不肯干了,对妻子说,我就是饿死,也不干这种浪费生命的工作。 你再干几天嘛,好歹把车费赚回来。 雄庆华不肯,妻子恼火得很,哭着骂道,你给我滚,我就当死了男人。 望着趴在床上痛哭的妻子。 雄庆华依旧坚持辞职,对当时的他来说,流水线上的工作,就是苟且地活着。 如果非要这样,他宁愿死去。 一个月以后,雄庆华像逃兵一样,撇下妻子回到了村庄,把自己关进了花室,用一扇门阻隔了与外界的一切连接。 这次回来,不仅废柴的名号坐实了,还多了一个吃软饭的称呼。 雄家的那个儿子哟,竟然靠老婆养。 真是废了,废了。 外界排斥着雄庆华,他就以两倍的排斥,用暴跳如雷的方式发泄他的愤怒。 他一边绘画,一边听着迈克尔杰克逊的摇滚乐。 只有这样,他才能找回缺失的自信与快乐。 就这样,他在家吃了三年软饭。 后来有人对他说,你怎么不去深圳的大分村? 那里需要很多画工,我看他们画得还没你好脸。 听到这个消息,雄庆华很兴奋,像奔赴圣地般,躊躇满志地跑去了深圳。 他去了一家废弃的工厂,大概一两百平方米。 一进去老板看了看他,拿了一张废弃的图画。 甩到他面前说,你按照这图,临摹一张。 他们都是需要写实的风格。 而雄庆华一直画的是抽象画。 他把人物的脸画红了一点。 老板一看画脸色骤变。 你会不会画画? 就这水平也好意思出来混。 我看你就是来骗工钱的给我滚。 说完就把他轰出去了。 出来的那一刻,雄庆华崩溃了。 他一直觉得画画是高尚的职业。 没想到到自己手里,却变得这么低贱。 他自语到原来我真的是个废物。 拖着疲惫的身子。 雄庆华再次回到家里。 为了挽回面子。 别人问他时,他就撒谎说是工资不高才回来的。 虽然落寞,但是他依旧没放弃画画。 2007年,他才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。 给隔壁村送牛奶。 他很喜欢这份工作。 上班时间是凌晨4点到上午9点。 不仅能挣1000块钱一个月。 更重要的是,能有充足的时间画画。 35岁之前,雄庆华画了一万多幅画。 可一幅都没卖出去。 好不容易有个村民要买。 当听到要价110,村民说,我考虑下。 然后就没有了下文。 2009年,雄庆华在亲戚家喝酒时,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人。 初中同学雷才兵。 雷才兵上学时,就是雄庆华的谜地。 经常拿着雄庆华的话临摹。 后来还上了美术学校。 时隔17年,雷才兵西装革履事业有成。 望着昔日的老同学雷才兵问,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呢? 雄庆华沉默双手插兜。 低着头眼神游离。 不知如何作答。 到底在干嘛? 说说。 还,画画呢? 自卑的雄庆华低声说着。 仿佛画画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。 听说昔日的偶像还在画画。 雷才兵十分震惊。 他立马带着相机,要求去雄庆华的画室看一看。 寒冷的冬日,雄庆华推开暗室的大门。 一道光亮卸在堆积如山的画上。 雷才兵被眼前一堆夸张戏谑。 爆发式的画稿惊呆了。 他脱口而出。 庆华你不该过这样的生活。 他把画稿拍了下来。 临走时他说。 我把这些照片传到网上去。 你等着吧。 肯定很快就有人找你买画了。 雄庆华也没抱什么希望。 毕竟都二十多年了。 一幅画都没卖出去过。 传到网上更没啥希望。 然而三个月后。 雷才兵打来电话。 火了?火了? 庆华你的画火了。 那时雄庆华还不会上网。 他跑到镇上的网吧打开论坛。 看到网上网友浪潮般的夸赞。 他兴奋得一宿没睡。 很快上海的一名女士。 以每幅一千元的价格买下了五幅。 拽着五千块钱现金。 雄庆华喜极而泣。 仿佛曾经遭受的一切委屈都化作乌游。 紧接着又有一家画廊与他签约。 每幅画以七万元定价。 2015年。 他有先后在北京艺术家的聚集地七九八。 举办两场个人画展。 最高价卖到一百三十万元一幅。 成名以后质疑声也接踵而至。 部分知名画家说他是野鹿子。 基本功差。 画的根本不是艺术品。 也没有艺术意境。 让人看不懂。 对于这些质疑雄庆华说。 科班是鹿子。 野鹿子也是鹿子。 艺术的意境也不取决于是否科班。 雄庆华终于成功了。 村里人再也不叫他懒汉、蠢猜。 妻子父爱教也不用再出去打工养活全家。 有人曾邀请雄庆华去北京发展。 雄庆华说。 离开了长河村。 我什么也画不出来。 家乡是他的根。 也是他灵感的源泉。 他要一辈子待在长河村。 为此他还盖了一栋两层别墅。 取名嫡妒。 寓意洗尽千花净化心灵。 没事画画养于种花。 雄庆华终于实现了财富与精神双自由。 雄庆华的成功只是个例。 毕竟面对重大的生活压力。 我们大部分人还是会舍弃最初的梦想。 但是从他的故事中。 我们又得出。 不管做什么。 都要走出属于自己独特的道路。 为自己打造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。 只有不可替代。 你才能走得更远更稳。 你还坚持着你的最初的梦想吗? 欢迎评论区讨论。